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真正的脸庞 幸福的模样 还慢慢生长 陪你走过的小巷 仿佛还没变 与你共度的时光 将日生点亮 甜蜜的想象 也许等清晨都散场 才不辜负一起走过的时光 康叔 康叔 这么巧啊 静静 还真是你啊 您怎么在这儿啊 您 您这是生病了 哎呀 哎呀 啊 怎么了 肝癌 所以 您跟康家伟说 你要出差是骗他的 一定不能让肖伟知道 可是 他 他心思很重 我怕影响他考试 那也不能一直瞒着他呀 其实之前我跟他妈妈 离婚的时候 对他影响得特别大 那会儿 晚上失眠 白天又暴饮暴食的 我真是一天一天 看着他变成一个小胖子 而且干什么事情 都心不在焉 我不想他再经历一遍 尤其现在他已经高三了 那 那你说 那一个人能行吗 嗯 我这不是请了人来帮我吗 哎 还有 过几天我会给他的妈妈打电话 他会回来照顾我的 好了 你不用担心 我打算呢 过两天手术结束之后 跟小伟说这件事情 这样他也会放心一些 但是 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人呢 这边 阿姨 那个 徐清静 你疯了 你们都疯了 阿姨 对不起 对不起 有用吗 这是我女儿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你知道她从小到大付出多少努力吗 现在因为你错过了 你能承担这一切吗 你能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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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为什么没有参加考试 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见了世大的付试 那种公司都是骗子 他们会毁了你一辈子的 我嫌不然到底是谁要毁了我 你实在是我吗 静静 你小时候多听妈妈的话呀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变 妈 不是我变了 是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好好看过我 你如果好好看看我 你就会发现我早就不喜欢芭蕾舞了 你如果好好看看我 你就会发现 三年前我没考上舞蹈学院服装的那次 我的心情根本就不是痛苦 而是大松了一口气 妈 从小到大你都在给我灌输 一旦放弃芭蕾舞 我这个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可是我现在长大了 我有自己的思想了 我知道 我的价值根本就不应该 被什么成绩 被什么芭蕾舞所决定 我再也不想帮你实现你的梦想了 我再也不想帮你实现你的梦想了 我非常想帮我 那么多久 我再也不想帮你 那你就没有想帮我 摄着便会 在我手上 你好 masculinity 许晶晶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 看着她错过自己的梦想啊 万一成为她一辈子的遗憾 怎么办 那你起码得和我们商量一下 是不是 你看现在我和你妈 都成共犯了 对不起了 其实我今天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没跟你们讲 还有啊 你有多少惊喜 一口气都说了吧 我这心脏病毒 让他给我吓着 我在医院看见康家伟他爸了 康家伟的爸爸 他爸得了干癌要做手术 那 那他爸出差是假的喽 而且 他爸今天还嘱咐 我绝对不能让康家伟知道 对对对 那不能告诉他呀 你想啊 是 这高三学习这么紧张 你要是告诉他了 那不影响学习啊 对对对 那学习哪有家人重要啊 不是 那 你看啊 他爸演那么一大出 就是为了不想让小康老师知道 如果我们这样说了 不就浪费他一片苦心了吗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想啊 小康老师现在高三了 学习这么紧张 他要是知道了 那 他学习不得分心吗 再说了 康爸要是知道 小康老师知道了 那也不能好好养病啊 是不是 不能跟他说 坚决不能跟他说啊 不能说 那他以后知道了 会不会觉得是我在骗他 金金 这不叫欺骗 这叫善意的谎言 对对对 不能跟他说 听我们的 不能告诉小康老师 你们是不是知道 当时有多么精心动魄 老高突然去厕所 都给我整懵了 我看许叔叔一直在那玩手机 我想如果我突然把他叫出来 他肯定不可以锁平 这样你就不用解锁了 那阿姨的手机 你是这么解锁的 能怎么办啊 懵呗 你是不是知道 我当时试错两遍密码 我心都凉了 那你最后怎么猜出来了 我就心想啊 王嘉仁女士最在乎什么呀 肯定是他宝贝女儿啊 我就打上了许晶晶的生日密码 果不其然 她就解开了 这次真谢谢你们了 要不然 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 你妈真走了 我妈她去我外婆家了 没事 以前也去过 过两天就回来了 我说 你怎么了 感觉你不太对劲啊 你最近跟你爸联系了吗 联系啊 没事我们就联系 怎么了 没事 你就问问 不对 肯定有事 你表情骗不了我 说 我 最近不是美术成绩要下来了吗 我睡不好 你这种生物还有没睡好的时候 好 成绩 接近 家长 成绩出来了 妈 你这个 老婆 你这个 你怎么不自己拆啊 我 我熟醒了吧 你 不是 她都熟是一场我的 老婆 咱们家就说你胆儿最大 你来 我 妈 我拆啊 拆 你 我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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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五百六十名 这 千里之外了都 没事 依靠这东西啊 就是各花入各眼 就算那个谁 毕加索 毕加索来了 也未必能拿第一名 对对对对 静静啊 你爸说得对 这个 不行咱们不还有高考呢吗 对不对 对 高考呢 这段时间啊 咱们就好好复习 考试的时候咱们发挥一把 是不是 本科绝对没问题 我相信你 没问题 没问题 三千五百六十名 三千五百六十名 不对啊 加油说只有成绩 没有排名啊 那这是什么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吓死我了 你捏的是不是考上变号 变 变号 你什么眼神 这 我宿舍现在心思在心思 你这 走飞二八十 二八十 什么意思 是 考上了 你们老师说 多少分有希望 二百 二百 那你有三个二 二百 成了个大老婆 我们家球子 是要比你加索 你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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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就你 你想吃什么 那今天给你 你吓死我了 太好了 你吓死我了 那平常信咱们免了 对对对 爸 今天豁出去了 请你吃火锅 咱们活活活活 奔赴兴 走这 让一下 妈 什么意思啊 你妈 我换衣服 二 二 二 这 这笨竹太符合你的人设了 好 谢谢 那 那 那这个分数是不是 复兴有机会啊 我听上一届一个师姐说 她考了二百零六分 见到复兴 然后呢 还有其他人会选择别的学校 但是后面的人呢 有的是因为文化课分 淘汰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 想想吧 怎么信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 跟我没关系啊 谁把你那名 挂复兴大树上的 谁啊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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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哭着 吓不来的那一个 你 你别走 这段也不用说了 不重要 我来给你看样东西 爸 毕兴大学自主招成名额公事 那这是 招账的还是没招账的呀 公事 公事大哥 谁会把淘汰名单公事出来呀 我叫我 我说 太好了 我说 你叫我 我不管 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吧 大大是不是 能上同一所大学了 但是啊 你现在文化课 一点都不能空间 还有半年时间 你必须对往死里学 当然了 谁考不上谁是小狗 说好了 谁考不上谁是小狗 谁是小狗 情况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啊 我也没想到会变得这么严重啊 小伟知道这件事吗 您不能跟儿子说呀 我怕影响他高考 行 我马上回国 不会影响你工作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话 谢谢 我觉得佳瑶这两天 有点不开心 她考多少分啊 二百三十分啊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你说 她会不会觉得 学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成绩跟我接近 会有点失望 那又不是你的错 不过是你超常发挥了 要不找她聊了去吧 要照你这么说的话 现在她最不想见得的人 就是你了 你让她自己好好静静吧 可是我每天看她这样 交给时间 王家央自己会想明白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集中精力 把文化课搞好 吃饭吧 一号封 imprescindy 你来干吗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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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饿了 我饿了 我就 我那个 你要是难过的话 你就打我几拳 你照这儿打 那个 施点劲 发泄出来就好了 真 来吧 没事 再来 来 下来那么多 劲儿还挺大啊 别 难过的话 你吃点甜的就好了 是因为一口吗 二百三十分 你进复兴的希望也很大呀 你为什么还难过呀 我就是恨我自己 为什么还难过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美术了 每到周末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美术了 别人学习 我画画 但许晶晶只用了半年多 就赶上来了 她 她 许晶晶分不是没你高吗 你不懂 她能用这么短的时间 就考到二百二十二分 这就是天赋 你也有啊 你 你都不知道 你成人礼上送我的那幅画 我都给画卧室里 我爸还有高山妈看了 都说你画得特恋好 说你有天赋来着 真的 真的 我那是苦恋 有一句话你听过吗 处心积虑而不得 天真烂漫却尽有 说的就是我问晶晶 我现在一看到她 我就想问问自己 干嘛还要再画下去 那有的人生来悟性 不就是高点吗 那也不能就是因为 有他们的存在 咱们就得把自己 所有的苦练 所有的努力 那都给否定了 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世界上 只要有什么那个 樊高啊 什么分达啊 那其他人干脆都别画了 你是想说达芬奇吧 对对对 那个达芬奇 对对对 你 谢谢你 大鹏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其实我发自内心 是这么想的 真的 你 是不是之前偷偷去复兴 给我挂起复牌了 不是 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 是晶晶告诉我的 谢谢你 举手之劳 举手之劳 合足挂齿 来 好 那 吃 我听说小康爸爸那个病啊 很遭罪的 你说他怎么多大岁数 怎么就得生这病了 是啊 像咱们这年纪吧 是得要开始注意身体了 我这两天啊 一直在琢磨这个事 也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说 就算是这手术做成功了 你他的身体状况 你怎么照顾小鹏老师啊 要不咱们 要不 咱们帮帮他 我也这么想 你说吧 怎么帮他 你看啊 现在是高三了 这么关键的时刻 他一个人在家 他没个亲戚能帮着呢 但凡有个亲戚在 也不会让一个高三的孩子 自己一个人生活啊 是啊 多可怜啊 是不是 是 要不说 咱把小康老师接过来吧 住咱们家 却多收筷子呗 住咱们家 这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呢 你看啊 晶晶 小康老师 都是青春期 俩少男少女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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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思想就太复杂了 我复杂 人家晶晶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吗 小康老师是他的男闺蜜 再说了 那也不是他们两个住在一起 这家里面不还有你和我的吗 你也看到了 人家晶晶的学习成绩提高这么多 还不都是小康老师都不合了 你和我有好好谢谢人家吗 人家现在有困难了 你怎么着 你想见死不救我啊 你爸妈真这么说的 嗯 还是我爸妈主动提的呢 我妈说了 你都高三了 没有人照顾怎么能行啊 嗯 所以 你也这么讲 那我岂不是要看到你庐山真面目了 你爸 我 我不行我受不了 我顶不住 我看到我 我 什么意思啊 我在家也是个仙女好不好 没事儿 许晶晶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就有压力 你就做你自己 你该扣脚扣脚 该放屁放屁 我就视而不见 你没事儿 你快过来 你快过来 来来来来 你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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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爸 小康来了 小康老师 来来来 叔叔欢迎你了 好 Peremp 我们先洗个手 马上就吃饭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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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 先坐会儿歇会儿 你这不着急 先洗手 俺先不着急 歇会儿再洗手 不着急 歇会儿 爸 妈 你们两个不用把他当客人 他就是蹭饭的 去 蹭饭有你蹭的时间着啊 别 别给他一般健身 你这不是习惯 这不能习惯 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啊 小康你放心啊 叔叔都安排好了 今天晚上呢 你阿姨睡沙发 你和我呢 睡大床 这 这不合适 我睡客厅就好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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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客人 哪能让你睡客厅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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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须睡大床 我们家戴哥们最高礼节 对对对 你坐 你坐 我们修饰一下啊 一会儿吃饭 丁丁啊 喝点水啊 你坐 你坐啊 好 我们常常先找出这五个关键点 再用光文化的曲线啊 将它们连接起来 就得到了韩淑的简陀 X 取定义区域的时候 新炸的西瓜汁 一人一杯 芳雅 你盛汁还没喝完呢 还有苹果汁 不是 多补充点VC 总是没错的 是吧 你怎么老来啊 我刚刚有点思路 你又给我打断了 这孩子 我不是关心你们吗 你看看积累啊 现在都 早点休息 别太累了 早点休息啊 要不休息 不 继续学 类似用于正弦海硕图像的五个关键点 你能找出这个 差不多行了 去你家 干什么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自宁呢 我当然相信她 只不过我还有一丢丢的小甘心啊 甘心什么呀 你又不说了吗 她跟小康老师那是纯洁的友谊 很纯洁的友谊 以前我和你也是纯洁的友谊 你还觉得我和你纯洁吗 纯洁吗 纯洁吗 你跟人家小康老师怎么比啊 怎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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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男人 为什么不能比 不能比 不能比 我跟你讲 你今天有个重要 不要打呼噜 什么事情小康老师相信 来来来 尽量吧 尽量吧 怎么办呀 这古代中央官制 我还是不会背 供电记忆法不行吗 你看啊 奶茶店 小外铺 已经被知识都占满了呀 供电不够用了呀 那个 其实啊 这个供电记忆法 不一定 非得已记熟悉的地方 也可以记熟悉的人 人 叔叔 哪个不会记 古代中央官制全部会记 那 好比说这个琴场吧 三公九青智 你看 我脑袋上有三个圈 耳朵的轮廓 像不像一个九啊 再说隋唐的三省六不止 十根手指 三根特别直 六根 都有小太阳 再看我的脸 我脑袋上有三个复杂项 每一个都帅气笔人 跟我一样 三阵五一阵 最后是元朝 元朝的最高行政机关 是中书上 看 我的鼻子是不是又高 又在脸的正中间啊 你只要是牢牢记住我 你就能记住我 五代中央官制 所以 中书上 对应我的鼻子 北宋 三个复杂项 对应的就是 你的三个 住手 不是学习了 咱们宣时还上脸了都 上 上脸了吗 上脸上脸 确实上脸了 不是不是上脸了 所以那个 那个这古希腊的记忆法呀 这博大精深 五花八本 这主要是这个 方法 是吗 行 这记忆法还挺洋气的啊 不补脑 不补脑 加油 你最近干吗 总躲着我呀 我 没有啊 还说没有 还拿不拿我当朋友啊 咱俩有事不能直说了 嗯 我想给你道歉 但是 前几天 美术成绩下来 我确实心情不太好 就因为这个呀 不用跟我道歉 我知道 你的实力不止这个排名 不是 不是因为这个 我 考试那天 我听到有几个坏学生 想要在自己的画质背后乱涂颜料 破坏别人的画 后来我在考场上 我发现你的座位 就在他们的旁边 我很担心 我担心老师说画质的时候 会把你的画叠在他们的画下面 我 我本来想当场 就提醒你的 好啦 好啦 我的成绩又没受影响 怪我自己 我听到斯内普夸你 说你进步大说你水平要赶上我了 我就很害怕 我怕你考上了我没有考上了 但是我后来很快就去找老师了 好啦 我不怪你 我还要谢谢你呢 我 我对不起你 金金 我有过这个一年之差 我讨厌我自己 我讨厌 我讨厌嫉妒你对自己 王家瑶 你以为我不嫉妒你吗 我也很嫉妒你啊 你看啊 我天天就想王家瑶 人长得这么好看 画画也画得这么好 关键学习还好 跟你再生了半年 斯内普就说你水平要超过我 我都觉得是不是自己没有天赋 是不是就不该走这条路 王家瑶 斯内普说过那么多话 你怎么就记住一句话呀 他不是也说了吗 美术同考 它是硬式的 是有技巧的 可真正的艺术是两码事 再说了 他也经常在我们基础班举例子啊 说你是他带过最有天赋的学生 一定会非常有前途的 他真的这么说了 真的 我骗你干吗呀 我听到以后我也不好受 我都嫉妒死了 我嫉妒得我牙都酸掉了 那是这样 我以后在北书上我就不让着你了 在文化课上怎么让他看不起我 等我期末考试的时候超过你 还哭不哭了 不不起你 不哭了不哭了 晚上上我家喝奶茶 不哭了 我的妈呀 想哭吧 今天 尝尝我的展目 烤好吃了 我吃不下去了 因为考试成绩吗 我完了 我好不容易专业课考过了 文化课本又落下了 我现在觉得离复兴又进行渐远了 你那诗卷我都看过了 好几道题 不都用过那个 供电记忆法背过了吗 这那普法战争 不就是在食堂里吗 我还给借成小卖铺 韩天伟 你的头 洗了 洗过了 我也洗了 我不是说这个 你们俩很喜欢水的味道 就是一模一样 你用哪款啊 这是那个双红帮助 访问过去是你的 不是啊 你用的是那个 那个 深层修护的 那什么 我加 我对我也没事吧 洗津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康家伟住你们家了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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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我们两个 虽然在一起住 但是是不同的房间里呢 你快告诉我 你和康家伟住在一起 什么感受 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 你们俩没什么感受 不可能 肯定是你没有用心感受 求你啊 静静啊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细节 细节 确实有 但是 你不应该告诉我 你不应该告诉我 好 走 好 这也太不浪漫了 没意思 那有没有其他好玩的事啊 好 我数到五 你要是再想不出来解法 我就真的怀疑你智商了啊 别别别 一 二 五 参赐呢 你耍赖 不行 你再给我十秒钟 你说要什么意思 我拿了它 天儿点 江家伟 许金娘 你是不是太害羞 不好意思告诉我们 你们两个朝夕相处 怎么可能没有心动的瞬间 难道 你真把康家伟当兄弟了 难道也没有 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 我应该会算是 言许雅 就算是 我应该对不和她的事 我应该不伞 时间是不够 言论的事 然后我心肯自身 好 你只是说什么 我可真是不让你 失望了 我都已经舅舅了 为什么要把他扬动呢 那是的 我不说 我会上课 明天就放寒假了 你们俩有什么打算吗 金金 我跟你说 寒假还有大法的时间 你要抓住这些 康叔叔 康家伟现在在我们家里 吃饱 睡好 认真备抗 你尽管放心治疗 不用担心他了 许晶晶同学 谢谢你跟我分享康家伟的精况 我这边马上就要手术了 康家伟妈妈会回锅陪我 也请你们放心 陆雪 有明天这种日子吗 我们必须延长永远时间 拼一碗 你开什么玩笑 明天白天我要主持一天的婚礼 晚上我再过去帮你的忙 你还累死我呀 至于了 我知道了 累死我之后 你可以和你的南归蜜情人节 出去玩对不对 祝你心想失诚 你变心了 你不要闹了 说这事 你说啊 明天不是情人节吗 你看那些小情侣 吃完大餐之后 女孩子得来点甜的吧 是不是得买杯奶茶 约会看个夜场电影 那是不是也得来杯奶茶 这儿都是商机 但明天我们都不在家 津津和小康老师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明天情人节啊 这俩孤男寡女在家 小康老师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子 你就不把他们俩 津津都说了 小康老师就是她的男闺蜜 喂 小白 明天计划没变吧 那家也来不去吧 行 那咱们学习小的 算是正式重启了 明天康师傅 就负责给咱们大姨解惑 明天见 爸 妈 明天小白和家 一起来家里学习哦 欢迎欢迎 公务回孩子了吗 人家孩子现在一心想着学习 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多大了 还看动画片呢 这多有意思啊 换一个 换一个 康师傅 我们来了 康师傅 我整理了很多问题 要问你啊 什么意思 你们两个整理的是 关于学习的问题吗 那当然了 你快去倒点水 你们俩请坐 等你半天了 快快快 来 吃点水果 今天刚买的特别新鲜 就让自己嫁 别客气 好 好 每次都看家来就放鲜 Tennyt 我特不喜欢那个绿色的翘蜜 喝的水 喝这个 为什么我喝果汁啊 你是不是下毒了 谁下毒了 家里就这么点果汁了 便宜你吗 吃毒 凭什么 我喝加油才是客人 我说你们两个 康师傅给你们两个补课 得死多少脑细胞 不得喝点果汁补充点维生素 不得喝 迹象的习惯性表于偶然呢 所以这道题选C 我不行了 休息会儿吧 脑袋都要爆炸了 正好天也快黑了 我要回家了 别呀 我都跟我爸我妈说了 晚上咱们四个一块吃饭 是啊 一块吃多好啊 我点完卖 你快别点完卖了 今天这种重要的节日 不要跟我家的下期 共进晚餐 今天是什么重要的节日 你是你真的猛猛解药 你不知道啊 请你二月十四 情人节 猛猛加油 是 小时候起不来 小时候 小时候 你好 你先说 要不我们出去吃饭 好呀 好呀 不是 你别误会了啊 我就是想我们随便吃个便饭 便饭而已 我先换个衣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珍藏着对方有关梦的宣言 没发现 你就住在里面 当我的洒脱因你变得欠缺 没学会成全所以辗转秋千 短短的青春 没计划的告别 却发现 你从来没走远 时光里 我们彼此约定 人潮人海里 总守护对方 我相信你终于是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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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呢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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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不回忍价 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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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守护对方唯一的心